哈囉,大家好,我是Nicole 好久不見喔 那我今天呢,要拍個影片 要跟大家做分享 就是我去做雙眼皮手術 就是去,大家可能會想問我說 我是用割的,縫的,用定的 還是什麼,三點式的 我用的是 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像 割雙眼皮 因為我的眼皮是 上面眼皮是比較厚的 然後加上我的 眼皮是比較鬆垮的 所以就是 醫生建議,我就是 還是要把皮割掉 它也是有抽取了一點點 脂肪,眼睛的裡面的 脂肪有切取掉一些 那 我就是要先跟大家 這幾天我會把一些我的 就是眼睛的 就是術後的 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 那種的照片 我會放在這邊 會讓大家看 因為剛開始 我不建議 欸,因為說 我建議大家就是 一定真的要跟醫生好好溝通 這是每一個部落客 或是每一個單純就是 寫文章分享給大家的人 在網路上面爬穩的都一定 每個人都一定都是講說 一定要跟醫生溝通好啊 要協調好之類的 所以呢,但是 我說真的 我這一次我真的沒有 去溝通協調太多 對,就是很簡單的 就是跟醫生講這樣子 那醫生他可能也不太聽我講太多之類 因為有些醫生 他就是很有自己的風格 他就是覺得 他對自己的病患都是有把握的 像我那時候 我第一次去跟他面談的時候 就是有預約他在拿 拿那個籤棒子之類的 就很像棉花棒那種棒子 他就是先用那個眼皮的 那個折痕性給我看 但是我覺得天啊 怎麼那麼厚啊 這不是我想要的 我覺得有點太誇張了 因為我講求 因為我跟我老公是講求要 自然 不要說那種 天啊 就是素顏就覺得說 天啊,這個女的一定是有去割過 一定有去整過 到時候會變成生化人 那這個是生化人之類的 我不想要被講成這樣 因為老實說 這是我第一次做 整形手術 這也算整形吧 因為 這不是我原本的外的樣 的 原貌 所以 這也算是整形啦 對 那我為什麼會願意分享給大家呢 因為 我真的希望就是 跟我一樣 眼睛就是小小的女生啊 然後我希望你們可以 也可以一起跟我變漂亮 因為 看過我以前的照片的朋友們 就是我眼睛就是 雖然是內霜啦 但是沒有到很霜 就是一點點的遮痕 但是 化妝的話還是看得到 就是 還是看得出來是眼睛有神的 但是不過呢 因為我經常黏貼 假睫毛跟雙眼皮貼 還有雙眼皮膠 都會導致我的眼皮都會鬆弛 那我就是先給大家看一下 我就是 我已經 七天了 七天已經拆線的樣子 看一下喔 看得到吧 如果看不到的話 可以就是 可以就是到我的照片上面去看 張開樣子是這樣 還是稍微有一點點的小腫 雖然我這邊的話 就是還是有一點點的腫 那大概要過 七天之後再過三個禮拜 會變得比較自然一些些 那 我就是 先 第一個主要的重點就是 你一定 第一 一定要跟醫生溝通好 因為我當初 就 我第二次跟醫生 見到面的時候 就是已經是在手術台上面了 我自己也非常緊張 後來 欸 醫生就是 幫我弄好 因為我真的很害怕 而且我跟你們說 打麻醉 眼睛 真的會痛 我不敢跟你們說 很痛很痛還是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很痛 我自己啦 因為可能是我自己 本人比較緊張 雖然有拿那個壓力球 但是 還是很害怕 醫生 醫生一直叫我 因為我 非常緊張 醫生一直叫我 要放輕鬆 不然 因為我眼睛已經 已經打完麻醉了 我一直在嘰嘰叫 嘰嘰叫的 好痛喔 就 醫生說我不可以亂動 如果亂動的話 他容易把我的眼睛的肌肉 用受傷 這樣就麻煩了 那 我之後可能會去打那個肉毒 打在額頭這邊 因為我很容易 挑眉 這樣就是挑眉 挑眉是一個習慣 壞習慣 就算我不去打肉毒的話 就是 就算我不挑眉 也會有三條線在這邊 很可怕 我說要三條線 多畫一條 下來 就變 五龍五絲了嗎 那就是 可能要 就是之後啦 後續我會再跟大家做分享 但是我主要是要跟大家說 要去做雙眼皮的女孩子 真的要慎選醫生 我這個 我這一次我是在原和雅做的 高雄店的原和雅 本次 我也沒有跟任何的廠商做合作都沒有 因為就單純的 已經想很久 想要去用雙眼皮了 好不容易跟我老公是有協調啊 溝通啊 我們就是有討論一些東西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去做了 這個很恐怖的事情 對我來講是很恐怖啦 但是對醫美來說 這是小菜一碟 已經 用雙眼皮 已經是 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東西了 但是因為第一次 所以非常害怕很緊張 但是也很期待 我之後的眼睛會變成怎麼一樣這樣子 我好期待喔 想趕快去上妝欸 可是因為我今天剛拆線 所以 拆線還是會有一點小傷口 也要大概等個三週 讓他的 眼皮的小傷口 讓他自然的復原這樣子 那我 嗯 還有什麼想知道的嗎 因為有些東西 不太方便說 那你們可以直接在 下面留言 我可以直接告訴你們 或是寫 訊息到我的E-mail 或是到我粉絲團 去按那個 就是傳送訊息 我可以直接回覆你 對 因為 大家一定都會想知道 價位是多少 但是 價位這個部分 其實還是得要看每一個人的眼型去 眼...眼型 還有你的 個人的 天生的條件 去做篩選 有可能有些人是需要開眼頭的 有些人是要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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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是沒有開眼頭 我是單純就是 只是 去割那個線而已 就是 有把多餘的皮 把它割掉 還有抽一些些的脂肪 這樣子 那 嗯... 後續的術後保養嗎 老實說啦 我剛開始爬穩我覺得好像很難很難 但是 後來我自己親自去 體會的話 我覺得還OK啦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看自己本身的個人體質 那我瘀青的話 我是還蠻不容易退的 但是 我告訴你們 你們術後的第一天 一定要勤勞勤勞勤勞 非常勤勞的冰敷 一定要 因为我就是非常勤勞的冰敷 至少就是 不会那么走 但是刚开始第一天还是有黑色 第一天第二天还是有黑色 就是在我的这只眼睛有黑色 那我就是拿 他们建议我拿暖暖包 那我也去买了一大袋的暖暖包 来热敷 因为我非常怕 因为我毕竟第一次非常紧张 所以就是 就是热敷他 那我连到学校上课 我一样是 有拿暖暖包来热敷 所以我就是 黑色的地方 退的也 退的也比较快 那我觉得我蛮庆幸的是 我给这一位李医生做 李医师 他的 技术非常好 他 收线啊 还有就是 止血的部分也都非常利落 所以导致我没有就是里面啊 就是 就是淤血 黑色到很严重 有些人是整个眼睛 不然是眼白里面也都会有 那我很真的非常庆幸是 这次都没有任何意外 或是说让我觉得 啊怎么会这样 哦天哪 啊这样之类的问题 对 所以我非常幸运 我会很感谢这位李医师 只是当初 可能协调部分 就是我会一直说 啊我觉得这样子不太好 我觉得怎样怎样怎样 但是 我还是得相信 专业的 专业人士所说的东西 对 所以呢 我们这种 因为我对医美老实讲 我没有特别了解 但是就是 交给专业的医生 来帮你做评估 之后呢 再去做一些微调的动作 对 那 我下面这些东西 像 可能比较 详细的内容 我会写在文章里面 那影片的话 大致上我是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眼皮的 的状况 这样子 还有一些就是 素前素后的小心得 对 这样会很可怕吗 对 对就是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变漂亮 但是 有的时候 还是要鼓起勇气 去做一些事情 还有 我肯感谢我老公可以 陪我 走过这些东西 像 呃 就是 手术过后 他非常照顾我 这样子 对 那 非常 真的很感谢 很感谢 对 那就是 文章见哦 如果要比较详细的东西的话 嗯 拜拜 拜拜